大家好,这里是老街森鱼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胖女孩为爱瘦身,变成大美女的电影,约会电影。 电影一开始,一个身穿婚纱的胖女孩朱莉亚正在向一个男人求婚,男人无情地拒绝了她。 随着一声尖叫,朱莉亚从梦中惊醒,她拿起笔记本,记录着新的一天自己对爱情的憧憬。 走到窗边,她看到对面房间里整日和猫围伴的老处女,心里发誓绝不要和她一样。 虽然总是做到噩梦,但是她依然相信真爱,她迅速整理心情,跳着性感的舞蹈,出现在大街上。 工作的大叔看到她妖娆的舞姿,一腔了结了自己,可这并没有打击到朱莉亚,她依然迈着欢乐的步子,在大街上继续摇摆。 面对头发花白的大叔,朱莉亚也卖力地散发自己的魅力,可大叔对她视而不见,投身到一个光头大叔的怀抱。 所有人对她避而不及,消防员甚至用水枪喷她。 可朱莉亚觉得全身湿透的自己更为性感,跪在地上疯狂地甩着头发,街上的男人都被朱莉亚吓跑了。 朱莉亚如往常一样来到爸爸的餐厅,爸爸对女儿的婚事非常担忧, 但她也知道自己女儿的情况,于是为她介绍了一个抓老鼠的脏兮兮的男人。 男人看到朱莉亚的模样立刻拒绝了,朱莉亚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继续工作着。 突然,她在餐厅看到了一个金发帅哥兰特,抬头的那一瞬间,朱莉亚确定这就是她的真命天子。 为了改变自己获得爱情,朱莉亚拿着名片找到了一个爱情专家。 敲开门,她看到了一个又黑又小的男人乔治。 乔治向她介绍着自己这些年来搞定的婚姻。 她认为初吻式男人开始建立一段感情的核心,于是决定从训练接吻开始。 可她刚靠近朱莉亚就被一股口臭寻到了,仔细一看,牙缝中还有东西。 她用牙线帮朱莉亚清洁牙缝,没想到却抠出来一整个鸡翅。 乔治意识到,普通方法对于朱莉亚来说是没有用的,于是决定使出自己的大招。 她带着朱莉亚来到一个修车场,修车场的人看到朱莉亚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。 他们将朱莉亚放在工作台上,用磨砂轮打磨她的脚趾甲,用胶水除掉她的体毛,用抽油枪抽出她的脂肪,最终把她改造成了一个大美女。 变美的朱莉亚来到兰特面前,在众多女孩中脱颖而出,成功地俘获了兰特的芳心。 他们来到餐厅一起吃饭,两个人相谈甚欢。 在聊天中,兰特也认出了她就是那个胖女孩,两个人的感情快速升温。 朱莉亚决定带兰特见自己的父母,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肃古板的男人。 吃饭的时候,兰特不小心打破了朱莉亚奶奶的骨灰坛,这让朱莉亚的爸爸非常生气。 过一次,朱莉亚十分地担忧他们的感情,可兰特表示自己是真心爱朱莉亚。 在她来到珠宝店跪下来求婚,朱莉亚非常感动,立马答应了求婚。 婚礼前,朱莉亚的爸爸警告兰特不要欺负自己的女儿,并要求去见见兰特的家人。 他们来到了兰特家里,最终将婚期定在了这个星期天。 这天,兰特为朱莉亚介绍自己的伴郎,没想到,伴郎竟是一个身材活辣性感的女人安迪,她是兰特的前女友,表面上对朱莉亚十分热情,暗地里却想和兰特重归于好。 这个女人的出现,让朱莉亚心里感到了深深的自卑,她在镜子中又看到了以前的自己。 好不容易熬到婚礼这天,刚起床的朱莉亚发现自己脸上长了一个超级大的痘痘,她不想让这颗痘痘破坏自己最美好的一天,于是使劲挤着痘痘。 痘痘喷出来的浓水将它从窗口反弹了出去。 另一边,安迪找到兰特想要和她重新开始,兰特不同意,她便冲上去强吻兰特。 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朱莉亚看到了,朱莉亚非常伤心,转身离去。 回到家,她看着对面和猫围伴的老处女,仿佛看到了以后的自己,她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 爸爸看着失落的女儿非常担心,于是将那个捉老鼠的男人找来,想让朱莉亚嫁给那个男人。 已经对爱情没有任何憧憬的朱莉亚同意了。 婚礼这天,牧师念着誓词,朱莉亚满脑子都是兰特的身影,流下了眼泪。 爸爸看到哭泣的朱莉亚,她觉得这样的婚姻她不会幸福。 于是,她制止了婚礼,将兰特刊登在杂志上的道歉信拿给朱莉亚看。 在信中,兰特说自己会一直在她家的楼顶等她。 朱莉亚赶到了家里的楼顶,却和兰特擦肩而过。 她非常的难过,手刚要扶在栏杆上,没想到栏杆突然断裂,她掉了下去。 刚好掉在了兰特怀里,最终她获得了自己的幸福。 生活有阳光也有阴霾,心怀希望就能触摸到温暖。 好了,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,留言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